国际游泳比赛 为什么不常见黑人选手 因为黑人身体密度更大 回起来更加困难 如果连续一个月用清水洗脸会怎样 第一天脸部会变得非常油 第二天皮肤会变得干燥 七天后会又油又干 但过了一个月后 你的皮肤会前所未有的好 不仅会非常的细腻 整个皮肤的抵抗力也提升了 来姨妈是每个女生都会经历的痛 那么女人一生要流多少血呢 大概要是1.6升 比一桶桶装水还要多 脑子进水可能是种在美 你的脑子里八成都是水 2%就会变傻 据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钥匙插进那个钥匙孔里 再牛的小偷都进不来 是真的 就连专业的开索师傅都打不开 深吸一口气 在评论区不停点溜 看能不能打个五行 人为什么会喜欢看恐怖片 他竟然有助于减肥 可以的 看一部恐怖片相当于跑步半小时 真实的孔子究竟多强 孔子身长9尺6寸 换算下来2.22米 他的力气甚至可以举起400斤的承门栓 而且他手下弟子3000人 个个还都是标情大汉 你深夜偷看颜色网站 会被哪些人发现 你知道吗 搜索的时候 网络管理员会知道 用渲暗网看 学校会知道 用公司网看 公司会知道 用流量看 运营商会知道 总之你怎么看都会被发现 只是不想点破你 假如唐松多了痔疮 而你是组织医生 面对割下来的那块肉 你会选长生不老吗 痔疮是静脉团 不是肉 吃了不会长生不老 蚊子是被蚊香熏死的呢 还是被熏运的呢 被熏运的 在博物馆弄坏文物要赔偿吗 如果是故意的话 不但赔偿还要坐牢 如果不是故意的话 也要赔偿 只不过赔偿一个修理的费用就行了 为什么说羊梅是一道哼菜 因为一颗羊梅 平均还有六条虫 但是这种虫很干净 可以试用 我们睡觉用的枕头 在现实中 真的能被当作消音器吗 不能 枕头只是为了让血不乱溅 人的一生 要吃多少食物 大约要吃50吨食物 相当于十多头大象 这么一听好像也没多少 你知道咱们国家的神仙 都叫什么名字吗 妈祖叫李墨 财神叫赵公明 月老叫柴道皇 玉皇大帝叫张友仁 阎王叫蒋子文 黑无常叫范无旧 白无常叫谢碧安 为什么篮球不能打太满的气 气打得太满 篮球往地上一砸 就会变成这样 你知道每年高考 有多少人能上一本吗 全国每年的高考生理 将近40%可以考上本科 有16.5%的学生 可以考上一本 另外北京的一本录取率 是42.75% 男女之间有存有疑吗 有 经文时间越久就越纯洁